大家好,这里是星光大赏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 邵氏除了俊男靓女,流量明星,还有一批演技精湛,功夫正宗的打星,他们同样闪耀了一个时代。 然而这些打星们都好像没有太好的结局,最后都是唏嘘收场。 那么,邵氏知名的打星都有哪些呢? 他们又各自有怎样的遭遇呢?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十位曾经红极一时的邵氏打星,他们又会有怎样的境遇。 依狄龙,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狄龙凭借颜值担当,功夫正宗,演技完美,备受大家瞩目,并被誉为湘江第一美男。 都说人生如戏,狄龙这一生也是戏一场,梦一场。 从无名小卒变为功夫巨星,从风流侠客化身乾隆皇帝,从黑帮大哥轮落为龙雅大爷。 浮浮沉沉七十五载,道不尽的沧桑和悲凉。 圣年不重来,花五百日红。 昔日的功夫影帝也难逃岁月的杀猪刀,中年以后的狄龙因一次拍戏时,从马上不慎跌落,面不塌陷,骨骼也变形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松懈下垂,发际线也越来越高,再也找不到往日湘江第一美男的风华正茂了。 颜值的直线下滑,再加上新兴们的风起云涌,迫使老一辈终将退出江湖。 可是狄龙太爱演戏,演不了舞戏就演文戏,演不了主角就当配角,演不了哥哥就演爸爸。 所以他还一直活跃在舞台上,无论观众能不能认出他,记得他,他对表演的那份忠诚和热情是不变的。 2019年,73岁的狄龙又向自己发出全新的挑战,在音乐剧搭错车中饰演雅书角色,没有台词。 全靠手语和表情,表达人物内心,这对于一个古兮之年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 二郑雷,1963年,邵氏为电影《虎侠奸仇》招聘演员,剑美先生出身的郑雷作为幸运儿之一,被张彻选中,得以进入演艺圈发展。 之后和王宇、吴玛、罗列成为张彻第一代弟子,并和王宇、罗列、张义和介缘并称邵氏无虎。 郑雷虽有一身肌肉,但身高是一大硬伤,所以在张彻的电影中多为配角,但是他从来不抱怨,而是认真地演好每一个角色。 70年代中期,郑雷转战电视剧领域,在嘉义、丽德、TVB都待过,也塑造过不少经典角色,比如《霍元甲》中的赵星险,马永珍中的谭四。 1998年,演完陈浩民主演的《天地争霸美猴王》,之后就退出了演艺圈。 三,杨思,杨思从小习武,后来对建美产生兴趣,凭借建硕的体格,曾蝉联香港建美先生达十年之久。 众所周知,张彻喜欢肌肉男,杨思在他的推荐下加盟邵氏电影公司,参与了江大卫主演的《游侠儿》、《十三太保》等影片,无一例外都是壮男这一类角色。 再加上面像有点凶恶,所以经常出演反派,最被大家所熟悉的角色应该是《龙争虎斗》中时间的手下,虽然影片中杨思的戏份不多,但他的表现却极为出色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八十年代末期,转战好莱坞发展,在《拳霸天下》中和尚格云顿的对打非常精彩,拳拳到肉的对决让观众大饱眼福。 之后又出演了《绝地双尊》、《霹雳争霸战》、《铁胆雄心》等影片都有精彩的表现。 如今杨思已经淡出影坛,但依旧热爱见美。 似陈兴,陈兴是张彻第二代弟子,在江大卫和狄龙的光芒之下,很难有发展机会,只能给他俩跨刀,出演配角。 想要寻求发展的陈兴,之后脱离张彻,并被吴思远看中,邀请他出演《荡寇滩》、《猛虎下山》、《恶虎狂龙》等影片,成为红极一时的武打明星。 辉煌过后,八十年代之后,陈兴又开始了配角生涯,在许冠文的《摩登保镖》、《新一城》的最佳拍档中都有出演。 不过有时也有当主角的机会,比如在《山狗》中,他出演一位复仇的父亲,备受好评,至今被奉为经典。 九十年代之后,陈兴就淡出了演艺圈,等到再次听到他消息的时候,他已经不在了。 于2019年9月4日去世,武罗莽,罗莽,江湖人称罗师傅,又是一位张彻弟子,和郭锥,韦白,孙剑,江生属于第四代,是张家班心无虎之一。 第四代弟子的代表作是《武毒》和《残缺》,并被誉为张彻的两大鞋片,罗莽在张彻电影中也树立了硬汉的形象。 张彻是威后,罗莽在电影圈发展平平,与九十年代加盟电视圈,在TVB留下了不少经典角色,比如《陈小春版》《陆顶记》中的《归心术》,《喜愿路》中重情重义的《茶小灿》,在《驼腔师姐》《醉打金之》中,他也都有精彩的演出。 近些年又凭借叶问,系列中搞笑的罗师傅圈了一波粉,如今依旧在演艺圈打拼。 六七冠军,说起七冠军这个名字,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,他是张彻的第三代弟子,也是七十年代时邵氏电影中的实力打星,和一些花拳绣腿不一样。 七冠军的武术功底,可谓是十分深厚,作为黄飞鸿的第四代嫡传弟子,他自幼习武,主攻南拳。 七十年代初,开始踏足电影行业拍戏,因其健壮的身材和刚劲有力的权术,而在演艺圈占有一席之地,与复生组成的黄金搭档在当年也可以说是风光无限。 七十年代后期由于张彻开始培养新一代的弟子,所以七冠军,陈关泰等人也慢慢由主角转变为配角。 1977年在拍完《胡惠前血战西禅寺》之后,七冠军便与邵氏解约前往台湾发展。 在台湾他创立了冠军影视公司,并且自编自导了动作片《大恶客》,但因为拍摄经验不足,以至于票房惨淡, 可以说这部电影让七冠军赔的是血本无归。 无奈之下,他又重新做回了演员,之后虽然也拍摄了不少的动作片,但与之前相比,口碑似乎没有那么好了, 加之后来随着功夫片不再一直独秀,七冠军也开始渐渐退出了影坛,将事业的重心转移到了开设舞馆,教授洪拳上面。 如今已经71岁的他,仍旧拥有满身的肌肉和年轻的样貌,从外表上看完全不像是一位古稀老人。 七梁家仁,梁家仁是出道比较早的电影明星了,梁家仁和吴梦达差不多是一起出道的, 不过,吴梦达的名气比梁家仁更大,吴梦达很早就出名了。 而梁家仁之后也因为演了许多电视剧,渐渐有了名气,梁家仁的外貌比较粗广, 所以经常在电影里面可以看到,梁家仁一般饰演的是一些大老粗的角色,或者是硬汉的角色。 许多人觉得梁家仁的功夫一定是很不错的。 其实,梁家仁没有系统学习过功夫,可以说,他的功夫都是开始演戏之后才学的。 不过,梁家仁本身体格就比较高大,所以,一般演一些武艺高强的人,观众也认为他真的功夫不错。 八副生,成龙在武打电影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,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, 其实早在成龙之前,就已经有一个人把动作和喜剧结合在了一起,这个人就是傅生。 作为张彻利捧的干儿子,傅生的出名要比成龙更早,当成龙还在跑龙套的时候。 傅生就已经作为李小龙的接班人出道了,而功夫喜剧的套路在他的表演中也稍有雏形, 当时甚至有人说,如果他没有英年早逝,成龙上位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了。 1972傅生首次在影片《仇连环》中露面,扮演一个骑自行车的白衣少年, 虽然只有一个镜头,但也算正式开启了他的荧幕生涯。 为了能够迅速提高傅生的知名度,张彻叫来了师兄江大卫与他合拍了朋友, 随后更是亲自操刀,方氏玉与红膝关,凭借着俊朗的外形条件和出色的演技。 傅生在这部电影后开始迅速走红,后来参演的《哪吒》《少林五祖》《蔡里佛小子》等影片, 更是让傅生一跃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武打明星。 1983年傅生与哥哥张震生。 弟弟张展鹏以及影星汪宇,驾车准备前往清水湾片场拍外景, 就在这途中,他们不幸发生了车祸, 身受重伤的复生于第二日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, 年仅29岁的功夫巨星就此陨落, 这让当时很多人都难以释怀。 九王龙威,王龙威自小学习传统武术, 成年之后更是学习过空手道和泰拳。 此时,邵氏影业的发展正如日中天, 偶然之下,王龙威看到张彻在招收武打演员, 他自认身手不错,便决定去碰碰运气。 粗犷的外形,强健的体格, 一看就是反派人物的不二人选。 除了武打功夫电影, 王龙威在很多武侠片中也有精彩表现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, 邵氏电影被迫停产, 王龙威开始尝试做导演拍摄动作片。 可他拍的电影除了刺激之外, 没有其他亮点, 所以上映后反响并不大。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, 香港电影逐渐走向没落。 王龙威也陷入事业低谷, 参演的电影大多都是烂片, 往日盛名早已荡然无存。 如今他已淡出影坛多年, 但观众会一直记得他所塑造的经典。 《石锅锥》在邵氏武打电影最辉煌的七十年代, 郭锥与江生、罗莽、陆峰、 孙剑等人成了动作演员的主力军, 几乎每一部电影中都有他们几个人共同出演。 进入了八十年代, 邵氏的电影产业进入没落时期, 开始重视电视产业的发展, 一大批的电影人才也跟随时代转变, 郭锥也就返回台湾, 与好友江生等人一起组建电影公司, 自己拍电影。 除了出演角色, 郭锥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做武术指导, 《白发魔女传》、 《倩女幽魂》、 《007明日帝国》等电影都是他的代表作品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 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,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, 我们下期再会。